對於我們還沒有施打的人來講 我覺得會有一點不公平 因為其實打了疫苗是可以減少重症的發生 但不代表它不會染疫 對吧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我會覺得說 不能依這個東西 以打疫苗來決定你能去到什麼地方 其實去做溝通這件事情 跟做研發疫苗這件事情要同步進行 到時候才能夠有一個防疫的成效 不然你疫苗做出來人家都不打 那你等於是沒有成效 衛生相關單位努力宣導打疫苗 避免感染 避免醫療體系崩潰 而如今台灣第一劑接種率已經超過八成 第二劑也有七成五 第三劑的加強劑則施打了24%左右 成效看似不錯 但要再提高施打率似乎遇上了瓶頸 在很多國家其實你說打得再怎麼好的 可能就在八成五 九成 我想這已經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台灣到目前能打到八成 我想應該也是算相對是不錯的 那只是說到後面即使我們會發現 一定在隨著這個技術 就是說我們打到第二劑 第二劑到涵蓋率一定也不會比第一劑來得多 到第三劑一定又會更少 隨著時間和施打的技術越來越多 人們會出現疲乏的狀況 而另外一個會影響涵蓋率的主因 則是有一群人自始至終都不願意接種疫苗 外界稱之為疫苗猶豫者 它的副作用其實是我們還有很多的未知 所以對於我們來講我會覺得說 這個未知是我們無法掌握 雖然說它的不良反應可能 可能只有十萬分之十二十 但就是不太有信心去面對這個 這個機率跟風險 36歲的Edward從事服務業 他擔心疫苗會帶來未知的嚴重副作用 所以並沒有施打意願 而60歲的劉先生做的是美容相關行業 本身相當注重養生 平常也鮮少進出醫院 他同樣也沒有要接種疫苗的打算 就是把防護做好 然後盡量的調整自己的免疫的能力 就好像一般感冒一樣嘛 身體好一點人比較不容易染病 對 那就是說體力弱一點人 就常常感冒 然後常常要看醫生打針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比較重視養生 來做防護 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第一劑疫苗接種率統計 十二到十七歲有八成九 十八到二十九歲和三十到四十九歲 則都突破九成五 但隨著年齡層增長 接種率開始下滑 七十五歲以上只剩下七成五 我們的衛福部在進行溝通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用很多的統計數據嘛 就說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長者要打 但是其實我們想想看 家裡面的老人家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到底有幾位 他可以很直接的透過這些 科學化的語言這些術語 這些統計數字 就知道說我應該去打 台大公衛院研究團隊 針對疫苗猶豫者進行調查 並分為幾個族群 發現長者多數猶豫的原因 在擔心身體狀況和訊息接受有落差 孕婦則是相對統計資料少 慢性病患者會擔心副作用影響身體狀況 若是族群則對疫苗認知有限 或認為副作用會影響工作 我看到的這些人 他們每個人其實都不是說很自私 或者是很盲從 或者是說很頑固 他們其實都想要得到一些回答 得到一些解答 然後來為自己跟家人做出最好的一個決策 調查中發現 除了對疫苗的未知 對政策的不幸任外 最多人擔心的還是自己身體狀況 畢竟還是有案例發生罕見的副作用 皮膚科醫師接到超過10名臨床個案 在施打疫苗後出現嚴重調法狀況 有些人甚至直言相當後悔打疫苗 有些是中年女性 她們就是很在意她的那個調法的問題 所以有些人她來的話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她坐到椅子上以後 才把假髮拿掉 整個就非常的空 那她因為她在大廳 不好意思把假髮拿掉 她現在出門都全部要戴假髮 或是要戴帽子這樣子 然後就壓力滿大的 然後會甚至有時候講一講會哭這樣子 醫師表示 這些施打疫苗後調法的民眾 男女比例差不多 但多數都是中年 而且有一定的特徵 經過檢查之後發現說 本身其實先天上 就是本身就帶有一些 頭髮比較少的傾向 就是說打疫苗前 某些地方頭髮開始有變細變少的一個部分 但是打疫苗之後 她就發現掉了更多的情況下 才趕快來就證 說某某某然後施打疫苗 結果不幸發生了什麼 其實在審的案子裡面 可以說絕大部分 有找到她真正的原因 並不是疫苗施打所導致 所以並不是你今天施打疫苗 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一定是疫苗 我們要根據科學的這一些法則 其他嚴重不良反應 還包括吸激炎 過敏性休克 凝顯功能隱藏等等 專家表示 這些副作用發生機率極低 再加上國內有良好的 預防受害救濟制度 民眾打完疫苗一旦出現狀況 可以上網申訴 由專門的審議小組判斷 是否跟施打疫苗有關 像今年1月 共有46名個案申請 其中3例被判定與疫苗有關 而過去最高補助記錄 是一位台東民眾 自費用免疫球蛋白及葉克膜 獲得咒劑金120萬 大家不要想說 我就等疫情來了再打 第一個你到時候你想打 大家搶著打 你不一定打得到 第二個那時候不是你打 就一定來得及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說 這個疫苗 這一些疫苗 我們現在看到的資料是安全的 所以大家應該趁現在 就把它打起來 為了提高接種率 現階段不少縣市政府 採用的是贈送禮券的模式 但對於疫苗猶豫者來說 不見得有效 獎勵無用 那麼改採懲罰制度 又是否可行 隨著這個時間 它慢慢的這種誘因效應會遞減 那這時候你可能才會有 所謂的懲罰性效應的部分 出來限制 意思就是說 可能你不施打 你可能或許會有一些企業 會因此 把你辭掉相關的工作 或者是國家 因為你沒有施打 你沒有拿到相關的護照 你可能就不能進去到一些公共場所 或搭乘交通工具 無論獎勵或懲罰 可能都很難改變 疫苗猶豫者的想法 最重要的還是 溝通解決對方的疑慮 我們也會拍防疫醫師 或是拍各個 比較有公信力的醫師 那在這個節目的當中有一些宣導 那但是這些宣導 在這次COVID-19的這個情境裡頭 是不足夠的 因為我們其實國外 過去也不做這種 疫苗的風險溝通 是因為這次COVID-19出現了之後 他們才意識到那種傳統的 單向的宣導 他不足以回應人民 對於疫苗的疑慮 專家建議宣導方式 可以設計成更生活化的情境 甚至和NGO組織合作 畢竟打不打疫苗 人民還是有選擇的自由 得想辦法與猶豫者 彼此溝通找到共識 才能突破現有瓶頸提高疫苗覆蓋率